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啦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介绍一个特别特别棒的 我们芭比娃娃手工DIY自制粉色小裙子 或者是花色小裙子的一个套装 在整个套装当中呢 是有我们各种各样非常好看的 芭比娃娃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装饰 你可以用到它的一些小工具 去在它的整个套装当中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绘画 那么图案呢 都是按照我们小朋友自己所喜欢的一个图案 给它进行一个填色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那这边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拿过来一下 放到里面 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装饰 给它拿过来 这边的话呢 也是需要一些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小裙子呢 给它完整的去给它分在我们的这个小的工具当中 然后是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圆盘 大转盘上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让它很好的去给它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配 然后颜色的话呢 才能去给它转的更加的干净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我们现在是给它选择成我们的蓝色和粉色好了 因为上次呢是做了我们的紫色 还有我们的一个其他的一个颜色 那我们现在呢是来试一下它的其他的另外一个颜色 这边呢是要给它完全的进行一个摇晃 然后下面的话呢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哦 我们现在整个呢都会给它稍微的给它合上 这里有一些是上次的一个颜色在里面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再给它进行一个搅拌 然后在中江的地方这边也是给它稍微的进行一个搅拌 看一下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小变化呢 感觉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有所不一样 把它取出来 在上面的话呢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我们这边还可以再取一些我们的粉色 再给它关上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再给它加入一些颜色 嗯不知道等会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其他颜色 它这个颜色呢还是比较的好奇的 好了现在可以把它打开来 哦看起来有点像一个眼睛的图案呢 还是有点奇怪 然后在上面呢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装饰啊之类的 我觉得我还是再给它加一点我们的蓝色好了 稍微的给它再进行一个晃动 稍微的给它再进行一个晃动 关上我们的盖子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只能是有它这个就是在关上的时候才可能是有它的这个转圈 要不然它转不了它的圈 现在我还是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不知道它这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感觉这次的蓝色还是有一点点的让我小吃惊 哦这样的话呢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非常喜欢 那我们可以这边再来给它试一下粉色 再给它把盖子合上 稍微的再给它进行一个摇晃 加入我们的颜色 现在呢我们是加入了更多的一些颜色在里面 哦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嗯我觉得做完之后的话呢我自己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哦在后面的话呢还有些颜色也是跑了出来 前面的话呢也是会非常的喜欢 非常非常的棒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然后我们也可以是用这个套装去给我们的Bobby娃娃做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好看的衣服 然后就给它进行一个设计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展示 嗯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它呢 嗯如果喜欢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我们频道之后就能看到您所喜欢的视频啦 那我们就希望您能够喜欢下期再见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或者是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别忘了留言咯